有没有哪一首歌举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占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如果你说我对我自己的音乐上面的那种感觉的话 应该是香港的应该是再会了 然后国语的应该是我认为 因为我感觉上应该是谢谢你的爱 谢谢你的爱 你觉得它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是你唱法的改变 没有大家其实对我在事业上面的 就是如果大家认为对我卖唱片的话 可能是来生缘 如果那是我的传说 对对对 在那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就是好像在 不是因为我音乐很好 不是因为我唱得很好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整个配合非常好 宣传啦 然后 对啊 就是在那个时候 大家可能没有那么那么小心去听我的歌 音乐上面的吉感上面的东西 但是但是到谢谢你的爱就是 我根本没有机会因为我离开保立金 然后因为一些商业性的问题 然后宣传也很少 来了好像只有四天 你说谢谢你的爱的时候就来四天 然后后来因为我走了嘛 我离开了保立金 然后没有就这样一直卖 一直卖一直卖 然后我问大家 就是我问了一些朋友在这边台湾的朋友 然后他们觉得 其实音乐里面有一种 就是有它的吉感的话 不管宣传有多大 或者是没有 它还是有一个定位在这个市场 市场上面 所以谢谢你来对我来讲是 意义比较特别 对 感谢观看